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17年12月5号 这边是高庄市总监区建议的南村 这边现在是被高庄市政府文化局规划为文化保留园区 景观保留园区 其实大家都不只是外界很困惑 包括我在这边出生长大到这边海军建署 62年我都在这个地方 我也对未来的所谓文化园区也有很多的疑惑 因为我怕我不足 所以我阅读了大量的关于文化的论述 中外学者专家对文化的论述 所以我这边有一系列的聊一聊文化 既然有文化就离不开文学 文明文化 我们今天先聊个闲话 不要问我 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大家台湾的 台湾大陆只要是华人地区的人 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 这首歌在台湾风靡之后 在大陆风靡非常的久 影响一代中国人 这代中国人 现在大概就是五六十岁的人 包括大概四十几岁吧 因为台湾风行十年之后 在大陆才文革结束之后 才开始风行这首歌 港台文化进入大陆 尤其台湾文化 三毛的出名 大概那个时候是在四十年前 将近四十年前 那时候在中国时报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中国时报复刊上面 有刊载他的文章 他当时在西班牙 在非洲 因为他先生那个河西是西班牙人吧 他是一个潜水 他说叫潜水工程师的 其实那个英文字叫diver 可以翻译成任何的潜水者 潜水夫 潜水人等等都可以了 其实他的职业就是职业潜水 潜水人 以前直接翻译成潜水夫 他认为夫可能跟那个 火夫什么夫 我觉得好像是比较低下 其实这都是科码印象 简单讲就是diver 他就是在以前水为职业 后来死在一个井里面 让人很饿晚 后来三毛最后 忧郁症自杀了 死在医院里面 那但他影响了 中国大陆的一代人 非常深刻 很多人因为他的三毛流浪器 就要那个 就很想他的 引动他的那个一颗异动的心 这在中国大陆比台湾还严重 三毛本人我见过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 那时候我在高雄的 现在我不知道叫什么 以前叫中正文化中心 那时候高雄的文化活动 正在蓬勃发展 前副总统李秀莲 当时是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的局长 当时他穿了白色衬衫 然后蓝色牛仔裤 然后那个凉鞋 衣服静装打扮 跟现在那个形象 是大意齐趣 当然在已经死过三十多年 将近四十年了 少年十五二十十 人都有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安排三毛演讲 万人整个演讲 整个演艺厅坐满了人 我当时是坐在中间的走道上面 旁边的走道也都坐满了人 擦肩蝶背 我看恐怕整个的呼吸的循环 恐怕超过原始的空调设计师的 那个容量预算 这么样子轰动的时候 结果大家说有请三毛 三毛不是从后台跑出来 他从人群的背后 很轻快的从那边 跑到台上 我还记得非常轻 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 他穿的 当然是他穿着 穿着非常的奇怪了 穿着那种 空巴拉扣 然后穿一个 帆毛皮的一个 系鞋带的 像好像要在 沙漠部队穿的那种鞋子 反正他是重装打扮 上台 坎坎而谈 哎呀 那个观众是如痴如狂 我其实是一直用冷静的态度 来看这个三毛现象 最早三毛的文章 他在讲沙哈拉的故事 讲那些非洲的那些故事 我一开始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三毛是个女的 我觉得他写的文章非常豪迈 非常的这个 感觉上他的文笔很像个男生 我甚至一直以为三毛是个男的 因为他讲的是风土民情吧 那个地方的 后来逐渐的才知道 原来他是个女的 而且他还嫁给一个 西班牙籍的一个潜水工程师 但是 可是当他这个 他成名以后 因为他讲的都齐风易俗 比如说那个借餐具啊 还有那个 那个少女出嫁 那个出业的时候 他全家大小都在餐厅里 都在那个客厅里面等 等那个男的拿出那个 白布上面有红点的那个 红色印记的时候 全部人欢呼 他的父亲 他的兄 他的兄长 全部的人 男人在客厅里面聚会 全部的人欢呼喝酒 然后庆贺 因为过关了 那个 诸如此类的一些 其风易俗 看起来都觉得 津津有味 那后来他就写了一系列的书 我看这上面就有嘛 娃娃看天下六册 撒哈拉的故事 语迹不再来 稻草人手记 哭泣的骆驼 温柔的夜背影 梦里花落之多少 蓝语之歌 送你一匹马 清泉故事 寝藤 谈心 谁想 刹那的时光 三毛说书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就是这本书 这里面就是他收 他收集的一些东西 每个人都有收集的习惯 那他也收集了一些东西 那个东西其实 以那个价值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价值 但是他是个人收藏喜好 那甚至于还有我前 不久前我看了在大陆的那个 鲁豫吧 好像来台湾特别专访他 因为他已经去世了嘛 所以访问的是他姐姐 还有他哥哥 然后那他兄姐还带着记者到那个 他以前读的北一女街面去看 然后 问了他家人的时候说 三毛是不是他的小名 他姐姐说不是的 他在家里面小名不是这个 三毛的本名叫陈平 姓陈平 那为什么他会叫三毛做笔名呢 头上三根毛 其实这个 因为他写的是所谓的撒哈拉流浪 流浪记 那在台湾的人大概都不知道 只觉得三毛很好玩很好笑 其实是因为这个关系 是这本书哈 这边有一个张乐平哈 张乐平是一个大陆的一个 连环漫画的全集哈 张乐平啊 这个书皮上这个就是三毛 头上三根 三根毛 这个相当于台湾的那个 牛哥画的牛波波打游击 他这里面就是讲的讲的那个三毛 就是一个小一个小小小孤儿 在那个抗日的时候 他画连环漫画 这是我买的纪念专辑哈 在大陆买的 大陆很多漫画我都收集了 只要有 只要我有缘分我看到 喜欢我就我就买 因为这种东西只会少不会多 而且这中间很多东西都是在 这个漫画家是经历了抗战 经历了那个国共对峙 经历了那个中国大陆的建政 然后经历了文革 经历了种种政治这个运动 经历了种种政治这个运动 只有存活下来了 不容易啊 在那种血腥那种暴政那种颠山倒士的状态之下 存活下来 后来他还是年纪大了 去世了 三毛 三毛 这那个笔名就是来自这个 因为他是流浪 三毛流浪记嘛 他是讲等于像苦而流浪记一样的故事 里面 里面其实苦多于乐 他是苦中作乐的一个 一个连环画 那他因为他触动了大陆的人被长期压抑 社会青年一直想说 哎呀 我因为文革 我因为上山下乡 我因为什么耽误了我的青春 耽误了我的学业 耽误了一辈子 他很不甘心 所以他们心里面一直燃起一个怒火 大陆一开始开放之后 他们就往外跑 所以三毛的歌 三毛的书 一直畅销到现在 当然了三毛后来还有一些其他故事 比如说跟王若斌的故事 跟什么 那些我都不太不太愿意听 也不太愿意看 而且他后期的那些著作 他参加什么大 什么那个什么大西域之夜 什么那些 我都觉得已经开始走偏了 我是说也要今天谈三毛 我是觉得这是一种一窝蜂的现象 其实你可以持平的看三毛的著作 我常常劝我一些朋友在国外的 或在异地他乡的人 我都跟他讲说 请你以三毛为范本 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你第一手资料 你就等于是什么 就是等于是尖兵赐猴 或者是献民 你探子报嘛 探子第一报 探子第二报 探子嘛 就是那个赤猴嘛 三毛等于就是替我们打开了眼界 他就是探子 他就是赤猴 他就是尖兵 他就是帮 就是献民 他帮我们把国外的那些现象 传输回来 让我们看起来觉得五里不同风 十里不同俗 我们看起来觉得觉得非常的津津有味 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再加上他的文笔很流畅 他并不是什么有什么文以载道 或者什么的 都没有 可是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 而我们不必要去把它神化或者是美化到什么 我记得那个鲁玉他在访问的那个中心他就讲说 原来三毛 我们的三毛梦 三毛是一场梦 就是我们认为的东西全都是 全都可能是子虚乌有的 比如说三毛说他到坟墓里面去到坟场里面去上课 翘课去坟场 他的姐姐兄姐说好像没有这回事 至少他们不知道 其实文笔 文学家的笔跟他的实际的生活有的时候差距很大 因为他的那个文字 尤其是当一个人有盛名之累的时候 他本来可以畅所欲言的 结果因为有盛名之累之后 大家对他有过高的期望之后 他反而寸步难行 一个字都写不下去 三毛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有的人很惋惜说 他为什么要自己把生命结束 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认为说 如果去掉圣民 他能够过成一个非常简单的 不要那么浓妆厌抹的话 可能他可以 当然他的父母 他的兄长 兄姐都希望他能够像一个传统妇女一样 相夫教旨持家 做一个好好的家庭主妇 而不要这么样子的绚烂 这样子的 知名 我想 不论如何 每一条路 都是路 只是说 走到 走到 走到镜头 自己决定走到镜头 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个 非常的 让人扼腕的事情 以上 三毛 当做一个文化现象 跟各位乐谈一下 谢谢